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现在还没决定呢 你怎么还没订票呢 机票会越来越贵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可这不是我订不下时间吗 不过倒是你 那边应该三点了吧 怎么视频睡不着啊 不是 这不是快开学了吗 我在赶作业呀 我真是一分钟都不敢睡觉 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 对了 你作业怎么样了呀 我还没做呢 你到现在还没做呢 这过几天就要开学了 你是不是不想毕业了呀 是因为公司这边时间特别多 所以就没有时间做 拜托 这次的作业可是要记录在档案里的 万一毕不表业怎么办呀 我知道我忙完这次大秀 我就马上回去 然后我就去找住嘛 好好写作业 所以 能不能 拜托你帮我解释 打住啊 打住啊 你不会是想让我 隔安德给请假吧 我亲爱的 菲菲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忙 这 这我怎么跟老师说呀 你那么聪明肯定有很多办法 要不你就说我生病了 好不好嘛 救救你 好吧好吧 我去想想该怎么说 可是你要尽快回来啊 不然我就要换室友了 最好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要迟到啊 拜拜 这次我们新品一旦面试 少说也得转到一个亿 其指 我觉得至少两个三个亿 行了 先转一个亿再说 我感觉我们组可以 但至于别的组嘛 那就不知道了 喂 你说谁呀 我忘记了 你不是我们组的 你是程阳组的 好好好 我跟你讲 余夏虽然去程阳组了 但是她的心 肯定是在我们这边了 是吧 人走心内动 白小姐 今天的大秀相当的精彩 您能再向我们介绍一下 相关的设计理念吗 好啊 这什么呀 我们海耀集团这一季的主题 是水添一色 我们即将展现低调素雅的中国色彩 同时 我们也希望展示出 我们的中国风设计 是如云烟般轻盈 并不是大家印象中那般厚重 不适合出门着装的 那您对海耀的未来 有什么畅想呢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海耀一定会在 我白小曼的带领下做得更大 更强更好 谢谢 谢谢白小姐 希望大家期待我们更好的作品 他们抄袭的是一部分 还是全部半 刘培已经去打印了 这是我朋友在现场拍的 赶紧赶紧看一下 从头部片看 是全部吧 咱们准备那么长时间的大秀 现在不明不白的被抄去了 而且还这样准确无误 咱们公司 有内鬼吧 设计是从你们组流出去的 你不该说的什么吗 陈阳 我说过几遍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能接触到这些机密图片的 你们组都有谁啊 我 还有莫菲 那肯定就是你或者是莫菲流出去的 要不然这个视频怎么解释 问题不是我干的 那就是莫菲了 现在说这个有用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怎么解决 现在的重点就是抓住那个贼 昨日都可以把图纸给别人 那明然后天不知道 到底是谁泄露了公司机密 我可查清楚 我会一世动人 通知保安部 把项目从开始到现在为止 对准了程阳设计师门口所有监视器 把所有素材给我调出来 有没有 你通知一下公关部门 跟他们说一下 把之前所有的新闻稿全部撤回来 而且也通知各大媒体 通知他们怎么的发布会延迟 好 还有 让网络部门同时查一下 咱们公司电脑是不是又被黑掉了 从现在开始全部给我提起精神 在下一次发布会到来之前 设计出所有的新品 好 我去处理 唐总 凯曼那边 我去找方笑愚解决一下模特的事情 你要今天晚上几点的飞机到上海的 晚上八点 所有的行程 照旧 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不要告诉他 我们的发布会延迟 我来亲自跟他解释清楚 大家都清楚唐总的意思了吧 从现在开始 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 其次配合公司的调查 散会 丑曼和莫为你们俩留一下 发布会被抄袭的作品 都是你们做的 是 明天是发布会 这意味着什么 公司会损失很多钱 它仅仅是钱的问题吗 除了钱还有 你们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们的作品还没有布光 就被抄袭了 就跟明天你们上战场打招 枪丢了有什么区别 唐总我们不会把设计 随便给别人看到 请你相信我们 我相信你之后呢 明天发布可以照旧吗 好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程阳 你是组长 这个事情 由你来负责 唐总我懂你的意思 不管视力图 是不是从我这儿流出去的 我作为组长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愿意接受公司 对我做的任何处罢 明天写份书面检讨 交给夏从天 好 还有你 莫菲 那个射击图 又不是你们两个泄露出去的 凭什么让你们两个泄检查案 你别说小孩话 我俩不写 谁写 唐总写 你什么意思呀 我可是在帮你们 还有你 我对那个唐总也太好了吧 什么都拥护他 他做的什么决定都是对的 你可是他正牌女朋友 他不保护你也就算了 还拿你进猴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 可是陈阳说服了我 这次丢的图呀 全部都是我们组的 而只有我和陈阳有登陆权限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明轩也太小气了吧 那发布会下次再开呗 这还小气呢 你知道这次给公司损失多少钱 那有多少 场地费 你们俩工资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等 模特费什么的 都都不是这样算的 公司呀要靠这一季的服装 去卖钱盈利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 比如收购 这些都受到了影响 如果真要给出一个具体数字的话 就算了 至少我打几千吧 几千万 唐明轩没有把你们俩给打死啊 天哪 不对 那为什么写了检查 还要交给那个夏雪玲啊 她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啊 她什么意思 电话给我 董董 我问问她 董董该说说不该说 那拱火吗 你也知道有火是不是 没有火我怎么拱呢 我跟你说莫菲 你不要写 程杨写了就写了 你千万不能写 其实呢给谁写检查 我并不是有发言 你就是太大度了 我犯的错误 我自己会承担的 好了 看一个 莫菲 我觉得你一直这么复出 她不会领情的 你一直复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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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不到的 如果有一天你不复出了 她还会绝对你不对 你不要太傻了 你把她打扰了 你把她打扰了 你把我的她打扰了 你把她打扰了 喝酒了 有人找我吗 那算了 你睡了 大晚上的哪有人找 我说你电视生意 能不能轻一点啊 我要睡觉了 这样很吵 我辜负了公司对我的信任 领导对我的期望都好 同事对我的期望绝好 我怎么一些检查我就 我就跟个文盲似的 报告 报告 报告到底要怎么一眼盲啊 可以的 为什么丁浩的发布会会突然取消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您的了解会有一些误差 我们的发布会不是取消了 而是要延期举行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样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的吧 我不否认 邓先生 尽管我能理解贵公司的处境 但是是您公司单方面的问题 导致发布会不能入期召开 我们之前的框架协议也就作废了 很遗憾我们的合作没有达成 我和我的助理将返回法国 我们必须向公司解释一下 这次中职合作的原因 首先作为公司的负责人来说 我非常真诚地向你们道歉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呀 赛翁失马 胭脂非腐 我希望等我们的发布会 再次举行的时候 到时候我再邀请您过来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再聊一下收购推荐的事情 嗯 哦 你怎么来了 不是去见蜜亚了吗 是吗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的 对我熬起来 放心吧 你专门跑出来做什么 不知道检查怎么写 就想出来转转 你是不是不接受 护肠的处理方式 如果我说没问题的话 您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懂事 会被人着想的女孩 不管你说什么 你都是一个特别懂事 为别人着想的女孩 不知道 不知道这件事情 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你的做法 也是完全按照公司的规定 其实我百分之百地理解 可是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哪怕只有百分之十 哪怕只有百分之十 你可怪我 这件事情真的让公司损失得很大 这件事情真的让公司损失得很大 我压力也很大 好 谢谢 稍等 证件 证件 证件号 6530448 好 请进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出去了 我说你可以走了吗 我说你可以走了吗 可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可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而且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是想让我赔偿吗 你未明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 虽然你不知道损失的损失的具体金额 但大概也有个估算吧 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 就算搭上全部身家也赔不起他 既然您知道我赔不起 那您什么意思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应该好好想想 为什么刘师出去的不是我们组的 而是你跟程阳组的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 你自己是否还有能力继续留在明远工作 我说夏总监 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呢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只是明轩不愿意面对而已 公司的电脑系统一向都是很正常 除非是有人坚守自导 不然怎么会流失出去呢 好 既然您这样说 那我就要问问了 我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做对我也有什么好处呢 好 据我了解 海耀的白小曼跟你是大学同学对吧 对 明轩知道这个事吗 知道 如果有人故意把设地图卖给对手公司 那应该会比老老实实留在公司做个设计 来钱快挣得更多吧 明轩真的是太容易相信人了 怎么会让一个临时助手随便地登陆公司的账号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把设计图给了白小曼 只是为了拿他那么一点年的钱对吧 好啊 既然你这样说 那拿出证据啊 因为我也很希望 这件事情可以早点水落石出 莫菲 我就是好意地提醒你 你现在离开明远还来得及 如果这件事查出来跟你有关系 不只是你吃不了兜着走 连明轩也会颜面扫地 那夏总监 收紧的好意吧 我不需要 唐总 公文部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 撤销了所有关于发布会之前的消息 同时撰写了关于发布会延期的稿件 已经发给纸媒和网络媒体了 监控吗 我和佳希分被查了从项目的开始 到昨天的所有录像监控 除了咱们公司的员工 没有外来的员工拦路我们设计师 那我们的网络情况怎么样 网络方面我们查了 没有被黑客侵入的迹象 电脑也查了 没有植入木马病毒 但是在莫菲和陈老师的设计账号的时候 有一些发现 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设计账号的这一天登录时间 是在半夜两点多 半夜两点多 谁的账号啊 是陈老师的账号 怎么可能 不是我登录的 会不会是系统有什么迹象 所以显示出来有问题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 陈东东你能不能把话一气说完 别跟解压膏似的 但是我们查了所有的浏览记录 发现留出去的照片和这一天的浏览记录 都是一样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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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 我是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用啊 我是想听你说真话 真话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干过损害您和公司的事情 那浏览记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设计图稿两个星期前已经出完了 我现在主要盯的都是制作方面的问题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了 而且就算看我不可能在晚上两点看 你跟我说实话 你的账号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知道 我对所有人都保密啊 包括我女朋友 包括我女朋友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是公司的管理者 我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明白她呢 这样的话我只能用辞职来证明我的清白了 你辞职有什么用 你现在辞职大家只会觉得你心虚了 你更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证明 说这个浏览记录与我无关 我大概就明白了 账本上我给你表现一个态 虽然这个事情对于公司来讲损失真的很大 但是我不会轻易找一个人 来背这个过程 你回家里边好好休息几天 好好想一想后续的工作怎么进行 毕竟能够挽回这样的一个损失 是只有出好的作品才关于你 我明白 谢谢你 唐总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你还好吗 跟他解释清楚了吗 莫非你相信我吗 我不会出卖公司的 我当然相信你 我肯定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止我 大家都相信你 对吧 东东 陈老师 我也想相信不是你干的 但是公司上上下下都查了个遍 只有您的账号出了问题 就算这中间真的有什么误会 那又怎么解释 连浏览的照片 都跟海耀发布会上的一模一样呢 东东 我说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 怎么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呢 你相信陈老师 我只能说我相信证据 没事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明天我不会来了 什么 他难道要开除你吗 我们聊聊吧 过来坐 这儿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现在整件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 不能因为陈阳的浏览记录 和泄露的图纸一样 就认明是他做的 可你现在听他的职 就相当于告诉全公司 他就是贼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整个的过程都还不清醒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相信陈阳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平定的整个过程 不能太主管 我要给全公司上下 和所有的员工一个交代 好 那我再问你 陈阳为了水色的付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为什么要拿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呢 莫菲 现在 你不觉得你现在管得有点约下了吗 好 你一定会难过 你一定会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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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厌的灑脱 怎么开心的 你一定会想我 都会想我 我真的想我 要打开心的 都不知不知有点 更不知有点 一点点 我就是我的想案 你应该想我 你也许我 因为我 尖心意 我 我 我虚极背心的角色 独角戏 全给我 再如你爱我陪你疯 又为何把你真心带走 离一个宇宙让我失踪 也不再打扰你的人生 没想到你们组这么快就要散伙了 散不散伙也是唐总说了算 也是 你本来就是过来实习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快开学了吧 我会等到这件事情 雪落树车的时候才做的 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 看来还是得请有关部门过来处理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要报警 明轩有时间陪你玩 股东都没有 大家的时间都很高贵 所以 专业的事情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来解决 毕竟我们公司不是法院 不是吗 你要干吗 只有五天的时间 我会证明程阳的清白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开明远吗 如果在这五天之内 我没有证明程阳的清白 我会选不该走人 怎么 不希望我离开啊 好 最多两天 三天 也不要太过分了 否则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明远待下去 到时候我会让保安 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好 昨天最后是谁跟超好在一起啊 沈佳希啊 两点十四 进门时间 喂 多多你们在哪儿 我有一个重要发现 你们记不记得 我们去查监控那天 你和沈佳希进去的时间 刚好是两点十四分 而设计图 就是在那一天丢失的 而且和你们进去的时间 刚好是吻合的 莫非你的意思是说 沈佳希拖了设计图啊 好 抱歉 证件 不是 我没有急事啊 不好意思啊 必须要有证件才能录你 帅哥 前两天还没这样呢 抱歉啊 多多确实是这样 设计图丢了之后 公司管得就特别严 要不我先进去跟沈佳希聊 别禁止我那么多年的朋友 你这样的态度 我怕会计划矛盾 那我们再办得当你 那我们再办得当你 什么事说吧 忙着呢 聚餐结束那天 你是几点把程洋送回冰板的 你没完了是吧 我可没那么多工夫 我陪你先聊 他电脑登录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正好和他在一起 你说在一起 就在一起啊 宾馆的监控录像都有记录 然后呢 你想说什么 所以设计图 是你给海耀的吧 莫菲你是没吃药吧 设计图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监控录像里面 有我跟程洋在一起的时间记录 那有没有记录着 我跟程洋都干了些什么呀 有吗 这些证据你拿到法院讲法的地方 那有办法证明 就是我亲手偷偷设计图 再把设计图纸亲自给他海耀 可至少你有嫌疑 对 说到嫌疑 难道不是程洋的嫌疑最大吗 对了 你好像也有登陆的权限 现在证据没有查到你 你 你就敢确定 你真的就这么干净吗 现在证据说你什么意思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我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你也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 那当你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想过这个吗 莫菲 人啊 活得不要太爽标了 从你帮上唐明轩之后 你敢说你没变过吗 这跟唐明轩又有什么关系 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找我茬了 你为了帮程洋摆脱罪名 就这么诬陷我呀 还是说 设计图纸被盗这事 你们两个人都有关系 现在着急想找一个人被黑锅 沈佳希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自己做过什么 我心里还真不清楚 但是我清楚的事情是 如果你再来纠缠我 我就报警 所以你今天是去找沈佳希谈判 然后失败了呗 对 该说的我都说了 可什么都没有 你没跟她说咱们有那个 宾馆的监控视频为证据吗 我说了 可她就是不承认 看来我们真能加上别的办法了 我看她现在是反了吧 她就是欺软怕硬 我跟你说 莫菲 她是不是忘了 上次我打她那巴掌多疼了 多多 我说你冷静啊 冲动是魔鬼 不行 这次必须得听我的 哎 面来喽 面来喽 看看 行的呢 等近了吧 谢谢 来来来 慢吃啊 慢用 咱们 还在生我的气啊 怎么 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承认是工作的时候我态度不好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但是本来工作就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你不能生活当永远生活的欺负 现在不是工作的问题 是我们两个思想上本来就 就有冲突 那每一个人的思想它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更何况遇到工作 我们大家立场也不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陈云 她是你自己找来的设计师 而且现在这件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 你就你就完全推给她 是这样 她首先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 我们应该相信她 对吗 但在生活当中你我包括她 我们都会出错 出错没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背后的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 你看 你现在就很主观 你一直在给她做有罪的假设 你不主观吗 除非今天你跟我说一个确切的理由 可以证明陈阳 跟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今天我会当着你们两个面前 向你们道歉程 我们大家都相信 我们大家都相信 程阳不可能拿着设计图稿 去到海耀公司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 但是事实既定发生的是 这一切东西的流出就是从她的穴道出去的呀 这点我不可否认了 其实算了 这些事情 满分就会有结果 再不吃面都凉了 嗯 今天我们两个吃一把面好不好 我吃蟹肉 两个面 你喝汤 嗯 那怎么了 我吃肉 因为吃面 谁喝汤 你喝汤 快吃吧 好 史佳琪 你这个害人惊 我们家程阳怎么你了 你为什么要害她 你有病是不是 没吃饶快要吃药去 上次哪还没打够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就是给你一脸你不要 让你出去作证这么难吗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贱人 这可被活活打死 我就不作证怎么啦 你 你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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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读读 长眼啊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劣了 我们公司因为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已经有很多的负面新闻 还闹出这样的事了 就是 之前莫菲就一直找我麻烦 我看程阳的女朋友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挑唆的 沈佳琪 你给我闭嘴啊 读读 你什么意思呀 还想打我呀 你在这儿演什么攻心机呢 行不行 我再打你一次 你是打我打顺手了是吧 读读 你们吵构了吗 到你们家呢 唐总 夏总 我替朵朵跟你们道歉 我替朵朵跟你们道歉 我知道今天的事 给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对不起 我们还是说说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吧 程阳 本来偷图这件事情 你的嫌疑是最大 你现在处于停职的状态 你不但没有在家好好反思 还带着你的女朋友来我们组 找沈佳琪的麻烦 甚至在公司门口大打出手 所以我认为 很有必要把你们送到公安机关 把事情都调查清楚 另外 我们还要发律师函 追究其带来的所有责任 不是 那什么意思呀 可以啊 夏总 距离我们的约定 还有一天吧 什么意思啊 我和夏总监做了一个约定 三天之内找到幕后推手 否则 我就会离职 我同意了吗 我已经决定了 莫菲 一天时间找不到吧 只要有时间 就有希望 我想赌一下我的运气 你这样的第一个人 就是 我这一安二手 我们上下了 我还给你 这一人 退出再过 你去哪儿 还是在社区 是 今天是莫菲 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来上班 许凉 你是认真的吗 明轩 你要这么明目张短地袒护她吗 我没有想要袒护任何人 我现在只问事情的结果 都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们挽回了什么 股东们众目所望的新款 到现在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自己内部还要纠结这件事情 到什么时候 明轩 我问你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莫菲有关 你打算怎么做 我现在手里有两份文件 一份是公司人事部的通知 设计师程阳在任职期间 利用植物之便 盗取公司机密水色设计图 并转给对手公司 达成个人的不可告知的目的 现公司决定 对程阳进行开除处理 并且永不录永地通知 还有一份是公司法务部 起草的律师函 明远因程阳个人问题 造成了对公司巨大经济 及名誉的损失 现公司决定 对设计师程阳 追究法律责任 明远 明远 我知道你爱惜人才 但一个人除了才华 还要兼具德行 我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还有 我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 一会儿会送程阳 去调查审讯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不是 但这是可以给股东们的交代 顺哥 莫菲来了 我找到新的证据了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呀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我和东东两个人 我把东东给哄回家了 直接我送他回酒店 他一上出租车之后 直接不省人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要扶他 口红不小心蹭到他衣服上了 他女朋友米多多 就以为我们两个人外来鼓掌了 直接闹到了公司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 知道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帮白小曼做事的 夏总监 您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我跟白小曼是大学同学 可是还没有熟到这种程度 是公司对你不好 还是我对你不够好啊 你为什么要把设计图给白小曼 这设计图是从程阳那边留出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连ID都没有怎么偷 昨天莫菲见得像傻子一样的过来质疑我 问我是不是把设计图纸给了你和海耀 你说他无凭无据的 小曼姐 你不自己欺辱了吗 年年我跟你解释 我错了 我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弥补他 小曼姐 你怎么弥补啊 公司因为你的行为损失了多少钱 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知道吗 你要弥补 恐怕你要赔到倾家荡产老无所依 只要您能放过我 我就去公司免费上班都没关系的 只要您不把我都给警察我什么招都行 我告诉你 就算十个你给公司白打工 做到死也弥补不了 小曼姐 小曼姐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小曼姐 求求你了 我爸妈身体都不太好 他们一直都在乡下 他们什么都不懂 只要你能够恨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真的小曼姐 我真的都是我一声糊涂 我又听白小曼的话 你先起来 我被他们骗子 我不应该那么错 让公司损失了他们 我问你们 要是公司跟海耀打官司 你会站出来指证白小曼吗 会 我一定会 我会把公司把所有东西都追回来 你会告诉别人是白小曼 抄袭了我们公司的作品 你 我知道了 夏总监 那她怎么办 让她先哭个够 然后去设计部收拾东西 再到人事部办离职手续 好 好 走 再稳定了 明轩 我想跟你聊一下沈佳希的事 她的事还有什么消说的 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吧 就算我们把她送进相关部门 也弥补不了之前的损失啊 旭梁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什么了吗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看看她的品行啊 她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 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她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也知道 沈佳希她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她的背后是海耀 实际得到利益的人是白小曼 我们为什么要拿沈佳希开刀呢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海耀不是她 开除一个沈佳希很容易 如果不揪出她背后的人 这个隐患依然存在啊 你以为我会放到白小曼吗 这是现在我们要忙发布会的事情 等发布会结束了以后 我会慢慢地找到散仗 所以说之前你跟雪凌约点好的三天之约 看来当时很有自信啊 没有 那是赌气 那你不怕她给你开掉啊 可是我更害怕的是 明知道有人被冤枉了 我还是选择沉默 随波逐流 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我怎么感觉你这花里又花呢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变相说我呢 我要说你的话我就会直说的 要不要跟我讲讲 要不要跟我讲讲 有时怎么找到证据呢 嗯 因为设计图丢失的那天和陈阳喝多的那天 是一天 而那天只有沈佳希跟她在一起 我当时就直接去问了沈佳希 可她失口否认了 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所以就让陆珠偷偷地跟踪她 结果她真的和白小曼见面了 别人去餐的时候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 她可不 她恨不得直接钻去酒缸里去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啊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我和冬冬来回来 所以 你打算怎么处理她 怎么了 就是 佳希她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其实她本质是不坏的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走上了些路 所以你可不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呀 你啊 你就是心太软了 你这道规矩她是看得见的 但是人心是看不见的 我们做企业 我每一天遇到一百件事情我都要处理 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很奇怪 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唯一能制约的是什么呢 是规矩 还有公司制度 要不然你说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要法律做什么呢 佳希 为什么 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啊 为什么这样做啊 你不清楚 自从进了明远之后 我发现我们俩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处处地针对我 你一进明远 凭什么你就可以直接成为 程燕的助手 而我还是能做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兵 没有任何一个人重视我 我做的也不比别人少 所以我投靠白小曼 不仅仅只是因为钱 所以你从来 都没有把我当朋友 朋友 看在你说我们是朋友的份上 我就在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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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吃早餐了 陈老师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对 谢谢 我也想死你了 陈老师啊 我一开始都说你清白的 但是没有人相信我 搞了我们团队啊 都没有煮幸福 我算什么煮幸福啊 作品是大家的心血 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陈老师 其实我打心底里 也希望这件事不是你做的 我们工作了那么久 我不应该质疑您的人品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如果不是因为 我没有保管好账号 公司不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大家也不用反复在赶工吧 好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齐心协理 做出新的衣服来 来弥补公司的损失 是不是啊 是 对 我们要好好做设计 一定要做出 比水色更好的作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让我们公布难关 加油 请啦 轩哥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还没走呢 我怎么走啊 而且现在设计部的人都没走 加班呢 全部啊 对啊 全部 不 来 轩哥 想不真的啊 咱们公司的设计师 跟其他公司的设计师比起来 真的太偏了 这回你终于能安心休息了吧 今天早上啊 帮我去找些访问部 跟他们收一些参考一下 之前 咱们跟所有合作商的合同 弥补这些赔偿 还有啊 咱们工厂的尾款 稍微压抑啊 等咱们的发布会结束了之后啊 再付尾款 一定要跟人家解释清楚 是为了避免双方不必要的损失 还有最后一遍 好 你可以下班啊 好 要玩这样吧 您忙完了 我再送您 你陪我加班通宵 不是 您不会推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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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瓶 坏 好 好 别人 好